习近平今天将主持中国中东欧领导人峰会 美国政府联系昂山素季的要求被缅甸当局拒绝 澳门启动新冠疫苗注射计划 医护等三类人士优先注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搭乘今天的凤凰五件特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号以视频的方式 在北京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 并且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社指出峰会由中方倡议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 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观察员代表将应邀出席 分析指出此次峰会将围绕着合作 抗击疫情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 气候变化等议题讨论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及有意补充 是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带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下 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 中国中东欧贸易逆势增长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 中国中东欧去年的贸易额达到 1034亿5000万美元 增长8.4% 另外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 与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阮富重通电话 并且互置新春问候 祝福两国人民幸福安康 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以及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逆时增长 彰显出共产党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表明两党两国关系 蕴含巨大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 双方要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协调合作 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并且妥善管控好海上的分歧 反对外部势力 挑拨姿势 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而负重感谢习近平 对他再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良好祝愿 越南愿意与中国深化政治互信推动 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相关话题 请示评论员何亮亮先生 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何先生你好 你好 习近平与阮富重的这一番通话内容 你有哪一些观察 是的 我觉得从这个习近平和阮富重的这个通话呢 可以看出中国和越南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两国既是邻国 那么同时呢 两国又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而中共和越共呢 有着既有着历史的这个渊源 那么也有现实方面的这个合作啊 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越共十三大刚刚闭幕 这个在国际上也相当有人关注 那么与过去的这个传闻不同 这个阮富重这一次呢 还是连任了越共中央的总书记 而阮富重我们知道 在越共党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人物 他在这个担任越共总书记以来呢 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 那么同时呢 大力速摊 因此呢 无论是在党内 还是在越南民众当中呢 这个他的认受程度是很高的 那么同时呢 阮富重也很注意借鉴中国的这个经验 比方说包括这个中国 这个中共的这个治党的这个经验 反腐的这个经验 也包括这个整个的 我们说比方说 我们看这次越共十三大通过的这个公报里面 对于越共在这个新历史阶段 所要达到这个目标 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越共向中共的这个借鉴 所以这个习近平在跟这个阮富重 这个通话当中 除了这个向阮富重表示的一个热烈祝贺呢 也谈到了中共和越共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呢 又是中国和越南关系的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另外我觉得很有特色的就是这个 习近平也讲到了 就是中国和越南同样都 这个善于利用社会主义体制 在抗疫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 其实越南的这个疫情控制 在整个东亚地区是做的相当好的 只不过被报道的这个不多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这是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个通话 可以看得出中国和越南关系的 这个与众不同的这个特点 好 非常谢谢何先生点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与另外一个邻邦 朝鲜的关系 那朝中社报道 朝鲜劳动党8号召开第八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审批各部门为了贯彻 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战略课题 而制定出的2021年度工作计划 金正主持全体的会议 并且报告今年的具体工作计划 他强调应该认真研究 彻底克服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负面因素 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作用 金正指出 在继续实施紧急的防疫措施情况下 劳动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 展现出为人民提供更好生活条件 采取重要措施的决心和意志 但他也严厉批评 国家经济指导机关 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表现积极 消极 美国总统拜登8号与印度总理莫迪 展开上任以来的第一次通话 两人同意密切合作抗击新冠疫情 以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 巩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指出 两国领导人决心 共同捍卫全球民主制度和规范 两国并且同意继续合作 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发展 包括推动航行自由 领土完整 建立更强大的区域架构 莫迪也发文表示 他与拜登也将致力于建立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并且期待巩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一同促进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 和平与安全 美国国务院8号表示 美方联系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 要求遭缅方拒绝 当局人在评估如何回应 缅甸军方发动政变 将确保缅甸军方付出代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8号 在记者会上表示 即美国政府把缅甸军方行为 定性为军事政变后 正在评估采取何种措施进行回应 普莱斯透露 截至目前 拜登政府要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进行对话的要求 被当局拒绝 美国政府对缅甸军方近期宣布 限制公众集会表示关切 他指出 美国支持缅甸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 以及表达自由的权利 这包括在网络寻求和发布信息的自由 缅甸危机成为了拜登政府的 首个外交政策考验 而普莱斯指出 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尤其是团结盟友 聚集各国力量 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 接下来 拜登政府针对缅甸采取的新举措 也将是在与盟友和伙伴国家 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即将举行 针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弹劾 凌讯特朗普的律师团队8号正式表明 凌讯违反宪法要求参议院取消程序 还声称特朗普的言论并没有鼓动暴力 这些说法都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 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团队8号递交一份78页的审前简报 列举出辩方主要论点 辩护律师表示 弹劾经理人对一名已经现任的总统开展审判 属于违反宪法 批评弹劾条款侵犯特朗普的言论自由 国会叛乱前 特朗普在白宫前发表了超过一万字的演说 虽然斗争这个词出现了不少次 但众所周知 这是在呼吁民众发出呼声 而并非鼓励发起暴力推翻美国政府 律师们还指控民主党人计划弹劾特朗普已久 认为他们推动弹劾是为了政治利益 又指责他们并没有给予特朗普公平的正当法律程序 当天九名弹劾经理人回应称 弹劾条款中列明的指控属实 提到特朗普在大批武装支持者前 仍然发表有关选举的谎言 是故意煽动叛乱 且特朗普的罪行是他担任总统期间所犯 根据宪法可以遭到弹劾 经理人又指出 众议院曾经向特朗普提供宣誓做工的机会 但被特朗普拒绝 在聆讯开始的前一天 参议院已经为控辩双方摆放桌椅 两侧也安排好了工程线证据用的电视屏幕 两党领袖也跟控辩双方完成规则制定 双方将就聆讯是否违反宪法 展开最多四个小时的辩论 再分别用不超过16个小时进行开案陈词 随后两党议员可以向双方提问 并开展讨论 相比起去年的弹劾案 本次聆讯用时或将大幅缩短 有媒体预计 如果控方不传唤证人的话 那么领讯大约一周后就会结束 凤凰卫视陈灵男陈一秋华生日报导 广告回来关注财经消息 一会儿见 北海地区股市今天普遍向好 韩国股市最新上涨超过0.6% 日本股市中午过后涨幅则是收窄至平盘的上邦 台湾股市则是已经开始农历新年假期 那内地互生两市双双向好 临近中午盘更是上涨到全天的最高位 互指中午收盘时报 3575点上涨43点升幅1.22% 半日成交金额是2163亿元人民币 深沉指中午收盘时报 15556点上涨286点升幅1.87% 半日成交金额是2766亿元人民币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23点 随后走出反复的行情 上个星期挂牌的内地短视频平台 快手股价创价新高 横指中午收盘时报 29432点上涨113点 升幅0.39% 半日成交金额803亿港元 另外关心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魂 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坚持稳自当头不急转弯 中国人民银行周一晚间 发布去年第四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提到要把握好政策时效 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 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 报告指出 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 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同民意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同时根据形势变化 灵活调整政策力度 节奏和重点 此外存款基准利率 作为利率体系的压仓时 要长期保留 下一步 人行将继续发挥利率自律机制的作用 加强对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 结构性存款 异地存款的管理 保持银行负债端基本稳定 人行又重申 要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 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 报告提到 去年12月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61厘 按年下降0.51个百分点 创有统计以来新低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 报告指出 要发挥市场供求 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在监测和风险预期方面 人行提到 要健全金融风险 预防 预警 处置 问责制度体系 维护金融安全 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近日经济数据不佳 使得国际美元转弱 再加上临近春节节会需求增加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显著上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开出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是报6.4533 比星期一的中间价 上调145个基点 创下2018年6月19号以来的最高 在香港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 以及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去年12月一度获准保释 香港中审法院的五名国安法 指定法官今天一致裁定 律政司的相关上诉得知 撤销高等法院对黎智英的保释决定 黎智英需要继续缓压 早上大约9点半 黎智英由求车押送至中审法院 有大批传媒在现场等候 中院的判词指出 本次上诉的争议在于香港国安法的第42条 有关保释的诠释 原审法官误将国安法第42条 与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的酌情考虑 而众生法院裁定香港国安法的相关条文 对于有利于保释的假定延伸 一个特别例外情况 为保释申请加入严格的门槛要求 如果法官考虑过所有相关资料 认为没有充足理由 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应该拒绝保释申请 特别的行政长官林真月 早上在行政会议前 会见传媒表示 从确诊个案的数字来看 微风强检成效等指标来看 疫情有缓和的迹象 如果疫情没有恶化 可望争取在春节后恢复一部分的正常生活 目前来说 如果这个疫情不恶化 最好是持续改善 是有条件在农历年之后 是逐步可以恢复这些正常的生活 首先我都已经决定 或者认定这件事必须要进行 就是恢复给学生上学 第二就是部分被关闭了一段 颇长时间的营业处所 我们都会是很正面积极考虑 业界的意见 希望尽量争取 被部分被关闭的处所 可以重新来到去开业的 澳门从9号起展开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的注射计划 特殊行政长官贺一成率领官员 前往仁伯爵综合医院注射疫苗 贺一成之后表示 感觉和平常差不多 会按时注射第二剂疫苗 澳门政府订购的第一批10万剂国药新冠病毒疫苗 在上个星期六运抵澳门 星期二起优先开放给全线抗疫人员 高职业暴露人群 以及需要前往高维地区人士注射 随后将有需开放给其他市民注射 最新消息立刻联系我们驻澳门记者 陈慧琪 慧琪你好 生亚你好 慧琪我们看到澳门特区政府 今天早上举行新冠疫苗的注射启动仪式 之后的注射计划详情如何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生亚 澳门的新冠疫苗是在6号到达澳门 那经过安排澳门行政长官以及一众官员 是在今天早上9点半左右 是率先接种有关的疫苗 那第一剂是澳门行政长官和医生接种的 他在接种的时候就说一点也不紧张 也不觉得疼 因为针管很小 然后他说接种之后 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或者不良反应 他表示他是因为报名了3月的两会 根据大会的要求 所有与会的人士都要先接种新冠疫苗 所以他在去北京之前 3月去北京之前就会接种第二剂的疫苗 另外黑城就说另外的40万剂国药的疫苗 以及另一个牌子的疫苗将会在月底到的澳门 那到时候澳门市民就可以自由选择接种哪一种疫苗了 那在今天早上在一种官员接种完疫苗之后呢 就到了优先接种的人群 包括医护前线 警察前线 以及一些消防人员的前线 他们经过预约罢明之后呢 他们今天早上也是在 现在也是在我身后陆续进去接种有关的疫苗 那他接种的之前呢 有关医护人员会先询问他们的健康情况 包括有没有不舒服 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头疼 然后如果是女士的话 有没有正在怀孕等等 确保了健康方面没有问题 才会替他们接种 那这些人士呢 所有人都是被要求呢 在接种之后呢 要先休息30分钟才可以 没有任何不适才会离开的 那威美呢 接种人士在接种疫苗之后 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澳门政府呢 就为所有接种疫苗的人士都购买了保险 如果呢 他们在90千内有任何不适的话呢 澳门的医疗系统呢 都是会负责的 以上就是有关澳门新冠疫苗接种的一个决心情况 把时间交回香港 好 谢谢惠奇来自澳门的连线报道 另外 中国康熙诺新冠印度疫苗第三期临床测试中期报告显示 疫苗的总体保护率为65.7% 那根据在多国进行涉及3万人的第三期临床测试中期报告数据 疫苗的预防有症状病例的有效率为65.7% 预防重症的有效率则达到90.98% 疫苗是由中国工程院市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陈维带领的研究团队与康熙诺生物公司联合开发 使用现病毒载体技术至需要接种一剂康熙诺的疫苗 以同意向墨西哥供应3500万剂疫苗 而马来西亚也正在恰购350万剂 巴黎斯坦将获得2000万剂 今天是腊月28春运进入第13天 全国旅客运输量达到春节前的高峰 而在今年各地倡导民众就地过年的政策背景下 今年的春运高峰日的情况究竟如何 我们立刻连线在北京站的记者杨夕 杨夕你好 你好生姚 杨夕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你身边北京站现在的客流情况如何 和另外有哪一些应对疫情的措施 好的生姚 那么可以感受到我现在的北京站 这是一改了往年人群拥挤的现象 可以感受到广场是略显空旷 人群也是略显的稀疏 那么我们也看到整个在后车大厅的 整个的人潮拥挤的现象是已经不复存在了 有一些显得有一些稀疏的旅客 但是可以看到旅客量的减少 并没有影响防疫措施的严格 可以看到所有的近站人员 包括多次出入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测温 那么第二就是场站内的消毒是更加的频繁了 我们了解到的是每两个小时 要不少于一次的预防性消毒 另外就是我身处的后车大厅的广播 也是在不断的循环播放 要保持一米距离 以及隔席就座来确保社交的安全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就是地铁北京站的客流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根据我们刚刚采访的数字 今年地铁北京站的客流量是比去年下降了60% 而比往年则是下降了90% 对于返乡的人来说 开往北京站的地铁也是开往春运的地铁 可以说整个的人流量都是有所减少 而刚刚我们也是拿到了北京火车站的最新的数字 是今天也就是高峰日的发送的旅客是预计6.9万人 那往去年的这个数字是大概16万人 可以说是相差的很多 但是也整个的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后车是非常的有序 而且整个的大厅也是非常的安静 也没有了之前的一些嘈杂的环境 那以上就是我观察到的情况 声扬 好 非常谢谢杨夕为我们分享北京站的最新情况 另外中国内地研究团队研发出最新的广浦抗新冠病毒蛋白体外实验证明 对突变的新冠病毒有比较强的抑制效果 那目前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在动物体内要做药效和安全测试 以其进入临床试验 不过团队也发现突变病毒株存在感染老鼠的能力 中国深圳的科学家发布最新科研成果 团队研发的广浦抗新冠病毒候选新药ACE2-LG蛋白 对最近在英国 南非和巴西发现 并已传播到多国的三种突变新冠病毒 有较强的抑制效果 从原始流行株的话 和这个八月份在欧洲分离到的一株 然后比效率大概提高了将近1.5到2倍 然后在八月份之后的就是到了这个水雕 水雕变运株以及英国南非巴西株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个蛋白的效率相对原始流行株 其实已经升高了大概4.5到6倍 他表示相关数据和研究成果 还希望得到其他科研团队的进一步验证 目前团队正在积极推进其自主研发的 ACE2-LG蛋白药效学和安全性测试 以便尽早开展临床实验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多地发现了新冠病毒的突变毒株 2020年12月起 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发现的三种突变株 被指传播能力更强 且可能躲避免疫系统识别 让中和抗体失效 受到各国科研人员的高度关注 中国科学家中国才团队的最新研究还发现 英国南非和巴西的突变病毒株 可能具备了感染鼠类的能力 我们发现南非猪 英国猪 还有巴西猪 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N501Y的突变 这个突变可能让它们具备了感染鼠的能力 鼠群的话 第一它疫苗不能够到 第二呢 鼠群它比较容易的 就是和人 还有和家养动物 是可能能够实现一个近距离接触的 它表示这提示突变毒株或已有跨物种传播风险 也就是提升了人到动物 然后动物再到人的传播风险 使得针对突变毒株的疫情防控 面临更大挑战 凤凰卫视张熙李廷生 深圳报道 最后感谢大臣 今天的凤凰五件特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